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欢迎回来 今天是2011年3月16号 农历2月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地新闻的详细内容 安省皮克林核电站昨天晚间发生软化水泄漏事件 当局表示泄漏不会对民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昨天晚上11点半左右 安省电力公司向本国核能监管机构报告 皮克林核电站A发电机组在昨天早些时候泄漏了大约73000公升软化水 初步鉴定事故是由于水泵密封失效所致 当局表示会继续对事件进行密切检查 上周五有5000万元多宝产金的制多产读得一票中投奖 中奖亲女儿今天早上前往多市市中心的安省彩票级领奖 三名来自多市一个面包店的员工将共享5000万加元的大奖 他们每人将分得1660万加元 这三个人都是波兰裔移民 在面包店辛勤工作了20年 这次赢得大奖 他们三个人都非常激动 表示会立即退休享受生活 而至于每个财金有100万元的Max Millions有32个 其中有11个被送出 我们再来关注加国的新闻 总理哈普今天公布了一笔新的联邦政府津贴 用于魁北克城机场的扩建计划 总理哈普今天在首都沃泰华宣布 联邦政府将投入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 用于魁北克城让乐萨国际机场跑道升级 以及扩大容量工程 在宣布这笔拨款之前 哈普以强烈的言辞抨击自由党领袖叶里亭 被该地区一个体育场工程拨款的提议 哈普称保守党政府不会将纳税人的钱 花在修建专业体育场地上 不仅在魁北克城补会 在全国都不可能 哈普批评叶里亭每到一个地方 就换一套说辞的做法 并表示保守党政府不会实施双重标准 要么资助全国的体育场 要么一个都不资助 而且始终保持言行一致 WATV理查报道 保守党国际合作部部长小田 早前修改政府公文 但却未将实行如实的公开 因此涉嫌藐视国会 国会众议院常务委员会 针对此案于今天开始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的第一阶段是听取证人证词 保守党国际合作部部长小田 早前曾经通过修改公文 拒绝了一笔700万加元的海外援助资金 但事后他却撒谎称 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 直到2月份 承认是自己让下属修改了文件 听证会在今天上午10点半开始 到晚上6点结束 除了此案之外 常务委员会还听取了两名自由党议员 针对保守党斥巨资购买F35战机 以及裁减企业税等政策的投诉 Walk TV 李超报道 我们再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 欧洲刑警组织宣布 经过对一个以荷兰为大本营的 大规模国际儿童色情网络团伙的深入调查 截至到目前为止 已经逮捕了多达184名涉案疑犯 在顶峰时期 该网络团伙拥有共7000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成员 代号维挽救行动的调查始于三年前 这次抓捕是同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30个国家的警方除了共逮捕了184名疑犯 还确认了其他486名疑犯 警方表示短期内还将确认更多的疑犯 现在英国从星期二开始连续三天都有逮捕行动 美国已经有5人被捕 西班牙有17人被捕 被捕的大多数人 涉嫌不仅持有儿童色情图片 而且涉嫌对儿童实施性侵犯 该团伙的主要人物 一名37岁的荷兰籍男子 已经在周二于荷兰出庭并认罪 他将面对三年半的运行 巴林反政府示威持续 民众不满沙特阿拉伯等国 派兵支援执政逊尼派政权 游行期间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最少两名示威者及一名警员死亡 200多人受伤 当局释放催泪弹驱散民众 在巴林首都麦纳麦 警方向示威者的根据地珍珠广场 释放大量催泪弹 武力清场几个小时 赶走集结了数星期的民众 而较早之前 数千名示威者从珍珠广场 游行到沙特阿拉伯的大使馆 抗议邻国沙特派过千名士兵 进入巴林 网上流传片段指 示威者昨天遭到沙特军队的武力镇压 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在珍珠广场附近多次传出枪声 大批的民众上前与防暴警察对峙 警察向民众近距离发射催泪弹 又向天开枪示警 有民众被打中受伤倒地 混乱间有警员中枪受伤 示威者趁机冲上前阻止警方前进 巴林国王哈马德 颁布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令 授权武装部队采取一切措施 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利比亚局势的最新进展 利比亚政府军15号 在西部边境小镇 祖瓦拉与反政府武装展开交火 并取得了胜利 祖瓦拉位于利比亚边境地区 距离突尼斯边境小镇 埃及迪尔角只有36公里 当天政府军在与反政府武装的交火中 使用了飞机 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 经过近9个小时的战斗 政府军取得了胜利 重新控制了祖瓦拉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不要走开 挂挂之后 还有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我们稍后再见 欢迎继续锁定3月16号的国语网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关注中国云南 云江镇区的消息 当地时间15号 云江县城高三学生全面复课 但其他学生因为校舍的问题 仍然停课 目前当地已经着手搭建板房教室 不过板房教室缺口仍然较大 此外 云江城区供电已经恢复97.8% 供水净水处理设施基本正常工作 供水达到了国家饮用水的标准 当地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运行 也恢复正常 目前云江帐篷安置点有108个 安置受灾民众12186户近6万人 临时安置点660个 安置受灾民众9449户 约4万余人 大地时间16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电站 核泄漏有关情况的汇报 专家分析认为 福岛核电站泄漏 不会对中国公众健康造成影响 会议指出 中国辐射环境监测未发现异常 国内所有运行核电机组处于安全状态 根据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专家组分析 福岛核电站目前泄漏的放射性物质 经大气和海洋吸释后 不会对中国公众健康造成影响 会议强调 要充分认识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核电发展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会议决定 一 立即组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 二 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 三 全面审查再建核电站 四 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 会议要求继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测预警 和重点区域的应急移动监测 及时发布监测情况 加强与日本有关方面的合作 积极协助在灾区的中国公民 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 我们再来看中国国内的天气情况 受冷空气的影响 日前中国南北方多地都出现了降雪降温的天气 在经历了多天的温暖天气后 昆明15号出现了今年的第一场降雪 温度也明显降低 气象专家介绍 降雪降温天气16号还将持续 由于气温较低 云南东北部的绍通趋静等地 也有可能出现动雨 提醒私针朋友和相关部门 注意防范 贵州多地昨天也飘起了雪花 最大的降雪出现在贵阳市开阳县 除了贵阳 六盘水 前南州的瓮安等地也出现了降雪 降雪降温的不只有南方 在东北的长春 降雪使气温明显下降 长春市气象台15号5点发布寒潮黄色预警信号 提醒市民最低气温会下降10到12摄氏度 长春机场在15号下午2点半开始关闭 共有13个进出港航班受影响 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 机场逐步恢复正常 香港方面消息 香港政府上个星期向立法会申请临时拨款触交 立法会表决修订后议案最终获得通过 临时拨款减少了5亿 再交上立法会 港府在表决前再次呼吁议员支持 各党派议员立场鲜明 不满预算案的泛民议员继续批评拨款 并就上星期拨款被否决的责任 与建制派议员针锋相对 议案最终在35票赞成 无人反对 12票弃全下获得通过 议案顺利通过其中一个关键 是建制派中上次因两会会议 身在北京 没有赶回香港投票的议员 这次都出席会议 并投赞成票 连上次没有出席会议的李国宝 及叶刘淑仪也赞成决议案 泛民成员也贯彻立场 民主党 公民党 及卫生服务界的李国林 投契全票 而李卓人 冯剪姬 梁耀忠 及张国柱 就有出席会议 没有投票 人民力量的黄玉民 及陈伟业就杯歌投票 临时拨款 是港府新财年度开始 到2011年 拨款条例实施一段时间内 继续获得所需要资源 提供各项社会服务的开支 中文台新闻之后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时段 广告之后 我们会为您带来最新的体育360 先来看NBA方面 芝加哥公牛队主场迎战 华盛顿七彩队 公牛队的Derek Rose 以23分七次助攻的表现 带领着主队 以98比79 轻取七彩队 取得七连胜的夏季 公牛队也超越卡尔特人队 登上了东部防守的位置 七彩队则吞下五连败 中国球员易建连 在2011年第一次以首发的身份上阵 这也是他在本赛季的第二次先发出场 此一他上场时间多达41分钟 但是在后援不足的情况下 仅仅拿到14分和6个篮板 棋材队最令人意外的当属 Gimbel McGee 他在全场12次封盖成功 创下个人记录 另外他还抢下12个篮板 得到11分 打出三双表现 再来看足球方面 欧冠16强第二回合赛事 首轮落后一球的国际米兰 客场挑战得加近率 拜仁慕尼黑队 郭密由埃托奥先开记录 但随后哥迈斯和穆勒 在上半场各主一球 拜仁在上半场以2比1领先 换边后 破釜沉舟的郭密 凭借施奈德和潘多夫的入球 以3比2反败为胜 两队总比分以3比3打平 但郭密凭借着更多的客场入球 淘汰对手 杀住8强 另外一场比赛 曼联主场迎战马赛队 负尔南德斯个人没开2度 虽然布朗在中场前解位时 将皮球顶进自家网握 但是曼联队还是以2比1的 比分击败马赛 两回合以同样的比分 淘汰对手顺利晋级 这也使他们连续第5个赛季 打进欧冠8强 欣赏了精彩激烈的体育讯息之后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多伦多的天气情况 目前我们的室外温度 是8摄氏度左右 其同时伴有17公里每小时的西风 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 为2摄氏度左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未来5天的天气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加国各大城市明天的天气预报 好了 各位观众 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呢 大城里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